这只增强免疫力? 这只迁体? 这只针对湿纹? 真的吗? 开心大派对 薛家燕 斯敏 范振峰 开心大派对 大家好 大家好 范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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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敏 我们来个 1 2 3 在门了爱心看会田田开 即可 即可 哇 速成班 太好了 这首歌 这几天在网出流传 其实因为《Flower》这首歌 是谁唱歌的 自秀 Blackpink的自秀 Blackpink自受已經全球都流行的 尤其是他那隻舞 我打算大會演不如跟學生一起跳 他們是年輕的 經過他們都不用怎麼學 每個都認識 是街上不認識的 不如我排舞跟你們跳 一樣跳法 每個都認識 但是那個韓文我不會唱 那我就找我們的排舞師 就是Tommy Tommy幫我填詞 Tommy填詞也明白 填詞唱廣東話 大家容易上口唱 想不到得到很大的回憶 現在有百萬 每個都跟著 IG 保錡也唱了一段 我都說保錡真厲害 因為我們沒有告訴別人的歌詞 他真的用心去聽 我應該聽過很多次 他用心去聽 他先抄下來才唱到的 應該難不了他 他連阿尹光的歌他都唱到 九龍灣 Happy Birthday 很用心 我也多謝他 我也很開心 大家喜歡這首歌 突然間他們說 家里媽媽 你以後是不是都是跳花兒舞 放棄了十字步 我不是的 因為花兒的舞就是 Blackpink的智秀 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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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排出來的 世界各地的人也有很多笑顏色跳 你在唱全版本還是什麼 對 全版本 三分多的 你們一直在說的時候 在找 不是在找那些歌詞 然後原來在網上連登幫你打完 一組已經打完 那些歌詞 嘩 他們真的用心去聽 對 他們真的用心去聽 他有 嘔嘔嘔 哈哈 他們很喜歡你 家仁姐 久不久你開一些帖子 你知道嗎 對 阿 嘔 嘔 哈哈 敢不敢開一下帖子 就是說 都很想跟你合作一下 第一句 是不是真的 花開片 展笑面 全鋪滿燕陽拍 咦 真的 他們真的用心去 你放了一個Fusion在IG嗎 不是 是粉絲拍了 放上去IG 都是完整版本 我們唱完整版本 但我們沒有歌詞給他 他們聽得到 所以慢慢聽 然後慢慢打 當然現在有AI 可能立刻已經做到 無所不能 有些人懷疑 會不會廣東話是正版 哈哈 不是 韓國那是正版 我們只是用它的音樂 砌了一些字 但問題是 你那個再滿了 愛心化會天天開 其實大家已經覺得很洗腦 你們兩個已經 哈哈 哈哈 那又有意思 再滿了愛心化會天天開 不如這樣 正經經跟他談了 買了一個版權 改廣東版 很久都沒有改編歌 挺開心的 但我怕你的版權 不可能家營姐去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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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個家營姐 可能比較便宜 嘗嘗嘗嘗嘗嘗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不住家營姐 有件事想問 有些朋友看到你去到花園墓 那是菊花 哈哈 什麼花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花 其實我叫我的同事 太陽花 你給我把花放在手上 把花放下來就大了一點 那些人就問 那些是菊花還是什麼花 還是玫瑰花 我其實也不知道是什麼花 其實那個花 我用來襯我的衣服橙色 啊 OK 不要緊 總之是漂亮就可以了 大家記得就可以了 這個港版的十字步式的開花帽 就是菊花姐 你剛才去到示範過 在這個大會演 怎樣 這次在內地 很久沒有搞這麼大營 是啊 這次我們幾百人上去 只是製作團隊都四十幾人 哇 其實很勞心勞力的 我回來休息了一整天 因為我們要總彩排 Full Dress Rehearsal 叫了攝氏隊 音響各方面 但是它那個海亞藝術館那裡 就真的很漂亮的 第一樣東西漂亮的就是 當我唱這個花兒的時候 你是看到那個台一路轉的 觀眾直轉的 是啊 他們直接 哇 這麼厲害的 觀眾直轉 他轉了之後 我的台就伸出去 所以我跳出去 那觀眾直就跟著那個台 轉了下來 看著中間那個走道 那就是他好像我們小時候玩的 什麼咖啡杯那些 就是慢慢在那裡轉 是啊 就是這樣 動的 會動的 是啊 會動的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 機關 是啊 全場都哇 大王就說 大家坐定定 坐定定 它自然不會轉的 真的是這樣 需要安全帶嗎 不用 不是 它很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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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麼久以來 有那麼多人一起 都開心 都開心的 那些學生都開心 小的那些就會 會睡覺一點點 因為我們下午Rehearsal的時候 他們要睡覺 還有我們慶功宴 一做完show 九點幾十點 去慶功宴 他們是要睡覺的 有去慶功宴的 有慶功宴的 大家都很餓 肚餓 我們五點鐘要吃飯 因為準備要化妝 七點鐘要開show 所以 我們九點幾十點 做慶功宴的時候 有很多都睡覺了 小朋友 這次最小的一歲 三歲 是啊 我跟大王唱 那個乖仔學堂 那群學生全部是三歲的 全部像冬瓜一樣 但是都給他們一個 很大的體驗 因為全體合作的精神 其實我每年搞大會演 你們都幫了我很多次了 但是志在給他們 吸收經驗 還有群體合作的精神 那些家長都很開心的 那些粉絲也有幾百人想去支持 那這次 雖然我們的團隊 真的大家都 每個人都說累得飛起 因為其實你要過關 搭車 跟你在香港 我們在新光草 舒服很多 說真的 就算你可能住天水圍 你去港島區做了 有限而已 你也有限 你不用走過關的網 過關 你要告訴他們 怎樣做健康碼 是不是要全都教 還有要集合上車 還有登記了 因為怕走漏一個人 可能有些人走到廁所 沒有上車 我們一開車就不見了 要怎麼賣 有一年新光 不知道有一個會 還是你們有房多 總要在附近的一間酒店 有一間房間給 是不是一年就有一間房間給 我沒理由這麼闊 像暗河包 那是我們給住的 現在我確認了 不然大家都辛苦 有地方休息一下 很舒服 旁邊的酒店 這次海藝藝術館 它都有一個VIP的Launch 很漂亮的 都是給我們一些特別嘉賓 因為這次中山 北京廣州 都有很多特別嘉賓 和深圳來看我們 有很多藝人有表演 上台有沒有 有很多藝人我請了 麥浩兒和關浩洋 來和我表演 和學生一起表演 大王幫我做私營 因為我們在內地 要請一個很厲害的普通話 叫做融子 幫我們做另一面的演繹 就是這樣 但是製作團隊很多 除了我們香港上去 就請了內地很多製作團隊 那我的孫子就很開心 那我的孫子就很開心 很開心到那兩天 她說不願意睡覺 她說不願意睡覺 難怪不願意睡覺 無論是星期五六天 就這麼多人在北上了 嘉賓姐都說得這樣 久不久上去 香港也很注重 大家有多餘的錢 就盡量幫忙 劉港消費 都花了一段時間 沒錯 應該是劉港消費 好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又說說娛樂新聞 好 我們繼續回來了 既然剛才說得這麼開心 我們繼續說一些開心事 有一位朋友 都應該恭喜他 雖然他沒有承認 也沒有否認自己是否雙喜臨迴 說的是黃心穎 黃心穎他雙喜啊 什麼事 什麼雙喜呢 生日和換身份證 是戀愛 因為在日前 突然有一個報道 就說有獨家消息 應該是茶婚姻註冊署的紀錄 就說黃心穎入子嫁黎曼 這樣也好 黎曼就是Rubberband 其中一位成員 他們的副手 兩個人都拍拖好一段時間 就算Rubberband之前 在英國演出 黃心穎也跟在一起去 黃心穎和黎曼一起去公園 帶著狗狗去散步 去看醫生 但當時也沒有去承認拍拖 最近黃心穎去自知出歌的時候 大方地承認 黎曼是他的另一半 最近也有消息傳出 他們入子結婚 疑似是因為有喜 黃心穎 黃心穎 沒有否認 也沒有承認 他就說 我倆多謝大家的祝福 沒有補充 多謝 黎曼也回應 多謝大家沒有補充 大家不是很講的 通常不補充 如果不否認 如果沒有了 或是準備生 或是有了 通常都會否認 如果這些通常不否認 人們就會覺得是真的 好像是真的 沒有的 其實很快就知道 也沒有所謂 如果真的有了小朋友 你很快就會見到他 OK的 人家真的正正經經拍拖 恭喜他 也算是 心穎近幾年來講 最好的新聞 是的 因為他這件事 當然記者第一時間跑去問馬鳴 馬鳴 好老實說 你覺得馬鳴可以說什麼 當然是恭喜人 他根本自己都這麼幸福 馬鳴也在年結婚 當然 他任女友的湯樂文 也回覆記者 當然恭喜他們 但是這次 我又覺得大家 好像有點過分地去到 放大了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說 黃新穎和黎媽 入子結婚的時候 除了大家看到 原來黎媽曾經來過分 在她的資料上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對 只要他們結婚之前一起的時候 大家都各自單身 在一起都可以 但是另外一件事 大家好像很敏感 選擇那個日子 檢查到他們日子結婚的時候 原來正正就是 譬如許智安的生日之後 這樣也算得到 然後又說 剛才說過馬鳴和湯樂文 他們一早已經說過 年尾結婚 現在黃新穎和黎媽 在這個時間 入子結婚 就是搶他們的閘 即是說搶馬鳴和湯樂文的閘 其實我又覺得 應該不會是 你不能算 你不能算 她比她早說搶閘 遲過去又說避她 然後又說 反過來又說馬鳴搶她閘 對 即是無得搞 有點怪怪的 哪個生小朋友 才有說她搶閘 這些又不是官龍門 這些又不是說 那些人太細心去描述這些 以及去算這兩件事 最重要的是 他們兩個開開心心 其實選擇一個日子 又方便她自己 又方便大家 結婚區 我想也不會去計較 是否在馬鳴之前之後 不會 過了這麼多年 大家經歷這麼多 即是他們 即是說真的 共患難的一批 即是他們的世界來講 即是非常難得 大家可以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如果真的收成正果 那都是好事 恭喜她 即是真的恭喜他們 當然如果真的有寶寶 當然希望寶寶可以 肥肥伯伯出生 即是 開心大派對 薛家燕 斯文 范振峰 好 繼續回來 這陣子你最近都不斷飛 三個星期是否回到內地踢球 是呀 跟香港明星足球隊 去到貴州的貴陽市 很大的場館 是嗎 五萬多人 哇 你們明星足球隊在內地很紅 很火的 這陣子是呀 可能疫情三年多沒有去 可能以前你就沒有 以前一年都不知道去多少次 反而你沒有去多久 掛著你們 掛著你們 是呀 又看到一些人 可能說 裡面都有幾位 年紀都不小的球員 但是 其實火的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 大家看到 無論你幾歲 好像Leko 你72歲 還要踢倒 變成了一些人覺得 無論你幾歲 只要你有夢想 堅持 其實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的 踢倒 還要頭鎚 還要入球 哇 他真的飛過去 哇 真的不可以 華哥 黃華 那一球 角球 開得很遠 一下子 真是難得 值得一讚 上一次那條片很厲害 去到看的人數 超過兩億 嘩 嘩 所以很多人邀請明星隊上去踢球 是 然後去到飲茅台 最出名的 貴州 對 貴州 發明這個醬香酒的地方 茅台之都 是 你基本上要喝 你餐餐吃飯也有 是否可以做菜 你煮菜的時候 一定會有這些東西 有些 但是茅台越賣越貴 就開始不捨得 OK 我們真的是 宴客的 或者自己喝 是 我們做完事都是 每人都會中一瓶 紀念 我想問是 有沒有人暈倒了 喝到暈倒了 我不知道 喝到很高興就有了 他們坐長途車 因為踢兩場 一場就在貴州 跟當地一隊邀請我們去的 可能人家公司 或當地的人一起 組成了一隊球 裡面都有一些 以前是中超 是 那些職業 國家隊的 國家隊的人 都很厲害 不過大家會有少許遷就 是 不會拿了命 然後第二場 就去另一個地方 都是貴州裡面 那個地方就是 真是 村超 一條村 的超 超人的超 中國超級聯賽 就叫做中超 它是一條鄉村 每一個地方都有鄉村 可能是村落 組成的 裡面有什麼文工 農民 球隊 球隊 有很多隊 組成了 那裡有很多人看 那個第二場球 是在網上看 不知道是多少萬 但在現場看 我想過十萬都有 在街上 在圍著球場 不是全部 很震撼 座位都很少 但可能在旁邊 圍著你看的人 看不到龍尾 十幾萬人 你們踢的時候 已經知道 我第二場沒有踢 但你看到現場 他們看到現場 是很多人 要很大量的保安 我想問 會不會特別 黑話 特別樂力 會的 當然 還有 全國 不知道有沒有 全市都很重要 全市都很厲害 一個市都超過千萬人 我上次踢一球 入球的時候 我想那些 嘩 學彩聲 嘩 很可以分 有些人打鼓 好像職業一樣 拿大羅大鼓去打 然後有些大棋 在那裡逼離逼去 這個我記得 以前我們 現在就少了 以前做show的時候 很多藝術朋友 粉絲就拿了一個旗 所以都是在那裡逼離 阿Leon 和Andy 那時候 很多這些 畫仔天地的旗 都很厲害 對 真的很厲害 如果想到坐在那位 你只會 整晚都會看你的旗 我也想知道 其實 譬如打一場 這麼厲害的球 會不會有很多 安全 很多公安 當然要 因為這麼多人 要維持秩序 散場 都要慢慢走 他有幾款的 公安也有 警察 可能場館也會請一些 保安 保安 但都穿了武裝 好像城館那些 都要政府認可 那些都不兇的 也不是普通的保安 都不是很欺負的 叫你不要進來 你再進來 他真的捉住你的 是啊 捉住你的手 真的不是開玩笑 然後有幾款的 有些是禮儀的 小姐 在門口 我們做到足 有些小朋友 出場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拖著 一個小朋友出場 真的好像應超 你那些 是啊 多開心 很熱鬧 開心熱鬧 都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原來 兩邊都很好的 他除了捧自己的主場 球迷 作客 他都是拍手 你入球也有 歡呼 那個氣氛 不知道 你找不到的 他們都是熱烈 歡迎你們 很開心 覺得難得你們 在香港上去 跟他們踢球 雖然你說辛苦 一早坐飛機 可能要去深圳機場 走的勞動 值得的 你去到現場 感受到 值得的 真的是 厲害 有料到 走的時候 你去大巴巴走 你兩邊不停跟人揮手 你的手很累 OK 華哥這些 很厲害 所以踢球的魅力很厲害 全球是哪個地方 足球真的很熱 當然是英國 萬人迷 碧鹹 碧鹹 碧鹹真的太厲害了 他不止英國 全球 甚至美國也厲害 美國也有球隊 最近的時候 跟他太太Victoria 和女兒 哈七 去到新籤阿根廷的球王美斯 一起去吃飯 起床 他們在邁阿美 一間日式牛扒餐廳 去吃飯 同場 除了美斯 還有他太太 和他的隊友 巴斯基斯 事後 當然 Victoria 在網上貼出他們的照片 但原來在這個派對期間曾經有一件事 有一個在場的男食客 被懷疑 企圖拿手機出來 去拍美斯 但是你知道 在這麼多國際級的球星 肯定他們進去吃飯的時候 可能也有保安跟著 這個保安 驅趕那名的男食客 而且還將他打到 爆了 他們在外國的保鑣分中 有機會有槍 合法地 而為了安全起見 他們本身就很開心吃飯 但是不行 真的要中途就要散兵 結果也看到Victoria 由保鑣陪童底下 和女兒一起走上車 每次吃飯都吃不到 很愛吃 當然當時餐廳保安人員 不以為在場的男食客 想拍美斯他們 當然趕了他離場 在餐廳外打他 事後 打得很金 我覺得也是 狗狗金 事後跟那個男生 一起被打的人 整個血 因為跟傳媒說 他當時嘗試為家人拍照 只是為家人拍照 結果他們衝過來打臉 他的朋友只想嘗試為他老婆拍照 而不是為了拍碧咸或美斯 另外一個女士 她是住家男人 她是在慶祝女兒的21歲生日 哎呀 悶悶之災 不過有時候 超級球星 可能他們也不是很不友善 旁邊的人 其實跟我們做傳媒一樣 你有時候看到一些 其實那些藝術本身是很好人的 我有這樣的例子 我很好人的 我知道 我記得有一次在新山登堂我唱歌 我唱歌 我唱歌的歌 我口水不想我 就說 Come On Let's Go 那些年輕人 跟著你 Let's Go 上來跳舞 嘩 那些保鑣捉了一個 來打 一拳一打 立刻 那個牙脫掉了 那隻牙流血 嘩 我多不安 我進去後台就哭了 嘩 為何要打牠 他們說 不是啊 他們很瘋狂的 我們一定要守住你 都不用這樣打 好了 到第二晚我又唱歌 你又Let's Go 我又忘了 Come On Let's Go 你知不知道 走上來的那個是誰 誰 就是昨晚崩了 你 真的聽你說 他中了30隻 看你打了幾隻 你又來 我直覺不要打牠 都沒有打牠 假裝打 還未實斷 老實說 其實我們 真的不想傷害到 我們的粉絲 有時候他們要熱情 或者周圍的保鑣 他們會緊張 我記得有一次 華仔在內地 那一刻 那一刻 跳過台 因為保安去到 好似乎 那女粉絲 是男生 男生 然後華仔就馬上跳下台 喝了 然後他有跳下台 對 喝著 然後衝下台再喝 再說保安 你幹嘛這樣 全場就 華仔很棒 然後影片就封傳到 現在的人都在看 你想想很深刻的印象 很厲害 沒有喜歡錯劉德華 很帥 很喜歡歌迷 對 我們都很愛吃我們的粉絲 對嗎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我們繼續回來的時候 繼續說說這些新聞 大家都知道通關過後 當然大家很希望生意好 但是大家都是做服務業 零售行業 食肆行業的朋友 都可能覺得 跟我們最初預計的 都相差幾遠 生意不似預期 對 但很痛苦 真的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最近也看到一宗新聞 就是MIRROR和ERROR 其實在疫情期間 他們都開了一些餐廳 但是其實 他們的成員當中 其實好像開的餐廳當中 都相繼地要去到關門 可能大概都做了一年 有些是幾個月 那就是 他們都證明了指標 他們已經這麼多粉絲 你要計算的 捧場的 如果去支持他們的粉絲 說得不知幾多萬人 如果要真的 每一天這間餐廳 其實有限度 可能百多個位 你要去吃的 每天都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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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去吃幾年 但是原來 大家不是每個人都去吃東西 第二就是 都可能真的 想支持的時候 會不會都一樣是飛了 或者不在香港 那我又覺得 你不可能每天都去支持 就是你一個月 那我沒有可能 我當不是 那些人都去 那你這麼多粉絲 是每人去一次 那你夠坐位 有限 那因為疫情的時候 他們上去又去不了 坦白說 當疫情沒事的時候 那些人 報復式去 不是報復式 那些人又通關又想去別處 就是他們自己喜歡還喜歡 那些人都飛了 那些人都飛了 那些人喜歡可能是一間餐廳 但是那些人想離開香港 已經很久了 那些人的育肉更加大 這樣 人了幾年了 都會有這個影響 如果他們都說做不住 那相信其他 你不是他們的 你就更加難做了 所以疫情復償之後 現在是 收拾的餐廳 是多過疫情的時候 是啊 那時候都說 疫情的時候 都少了很多人出來吃飯 因為6點多就已經沒有 不是6點多 是6點多已經沒有糖吃了 有一段時間是收拾得多的 就是疫情初期 接著就收拾得穩定了 差不多要收拾的 都收拾了七八八 接著到疫情的中期 就因為很多餐廳之前收拾 租便宜了很多 接著有些免頂手 有裝修 什麼都給你 你肯要就可以了 又便宜租 有一段時間有很多餐廳開的 是 就變成沒什麼怎麼收拾了 那些餐廳就慢慢便宜租 皮肺不多 就做得住 起碼 維持得到 先 疫情 通了 那些就 嘭嘭嘭嘭 那些人到處去了 又不留在香港 那些人都計錯了 是 以為你疫情好 我還不再賺 這個真的預料不到 這個真的預料不到 希望大家去完旅行 多些留在香港 消費 出來吃多些東西 但是也希望 知道大家可能那些餐廳 陸續去到結業 但是MIRROR和ERROR 仍然主力都是在他們的演藝事件當中 有戲相片 你又看了 ERROR的第一部新戲 ERROR的第一部新戲 陰目精順 挺好笑的 挺好笑的 一個恐怖片段 挺好笑的 不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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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喜劇 喜劇 絕對喜劇 當中有一些 我想他們合作那些 演員都挺特別的 配搭很特別 譬如有禁輝加上肥仔 他們對手氣很多 很搞笑 然後也有鄭豪南 挺特別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去 可以去看看 另外也有些事情想跟大家說 常常問台慶的票 這次的卡士這麼好 不用問 台慶的票很難拿 我不是沒有票 我現在有票 打電話去玩遊戲 我自己現在打電話去 自己玩遊戲 講個方法給你聽 新城資訊台 其實十五周年 推出了這個 創意新城 有獎問答遊戲 送出這個總值超過 十五萬獎品 還有就是 答謝這麼多年的 十五年的聽眾支持 其實在之前 譬如十七號 現在到達到二十三號 八月 這個遊戲 就會進入最後階段 大家真的要把握機會 用新城的電台手機APP 收聽新城資訊台 開啟手機APP的 信息推送功能 即是Push Message 或者是Notification 當聽到創意新城 這四個字 你就會收到訊息提示 點擊這個訊息 就可以進入遊戲的網頁 回答問題 就有機會贏取獎品 獎品 剛才說了十幾萬 包括什麼 嘉營姐都很熟悉 餅家都很熟悉 餅家的二百元現金血 當然可以用來買月餅 另外有餐飲現金優惠 還有會值折扣卡 是一百元的 都可以用來喝茶 平時吃飯都有折扣 還有壓軸重量級禮物 有機會贏得KOO 呈獻新城台慶音樂會 哇 這個MusicVentasia 2023門票兩張 哇 如果想參加 這票很難拿 就要玩這個遊戲 不用再問我們 我決定自己走過去聽電話 然後聽自己的電話 不用靠別人拿票 靠自己好不好 知識其力 拿其他的優惠券也好 沒錯 不要再靠別人 這裏現在有辦法給你玩 我們沒有票 沒有票 想參加 就快點更新 或者下載新城電台APP 還有SALUTEN 聽上我們新城資訊台 上新城廣播Facebook專頁 也會有詳細教學 教大家怎麼玩 既然是這樣 大家快點去到 玩遊戲和打電話上來 千萬不要錯 但是我們待會的時候 在三點鐘過後 當然有兩位朋友上來 他們是很有文化氣息的 沒錯 請到李居明大師 和龍貫天師傅 來和我們聊天 他是新一任八和會館的會長 厲害 師傅好啊師傅 斯文 范振峰 開心家房 小平你好 好厲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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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主席級的人物 來了 是 主席 白王會館 新主席 今天很歡迎大師 是 還有龍主席 是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昨天開始在隧道看到 小平你好 說這個劇快要上演了 是 以我所知 你們合作的成績是非常之好 今次那些粵劇迷聽見 嘩又有個小平你好 每個都不知道多開心 當然家英姐不可以執書 一定要請到大師 和旭哥上來和我們聊聊天 分享一下小平你好 那家英姐多謝你邀請我 但我首先要恭喜你 你那個花花帽 現在就勁得不得了 我現在期盼你 你堆嵌刀郎 80億收視以上 誠你歸然 沒有啊 因為我算了你說西暱八月八月之後 入金月之後 你必有妙語 你不記得去年我跟你說 我記得 必有妙語 那個花花帽 我覺得真的挺有趣 這個也是大師 預言廣眾的 我其實也想著 和學生一起 跳現在流行的舞 這個flower 全世界都流行的 但因為每個人都唱韓語 那些人不太明白 我改了中文 怎麼知道原來這麼入腦的 是 你看看網絡 周圍都在唱中文 咦 大師說話都很對 所以今天都問 大師真是 多謝你 指點 沒有啊 我今年又要準備 就是年底 又要和你錄個十二生照 好啊 大師見到我已經說 喂 什麼時候又來 錄個十二生照 那我說中秋節都未到 又要說明年 還未這麼快 大師你知道 我們很多的朋友 真的 由年頭已經等到你年期 期待著 多謝 現在說回這個小平你好 是 我很欣賞 阿毓國 龍冠天先生 謝謝你 因為呢 他和你合作的佳作 哇 個個有目共睹 第一 毛澤東 一萬就像 出來的樣子 形態 造相 造相 真的做到很多不得意 第二呢 特朗普 哇 他又有那個 那個形態 還有呢 很搞笑 他做年輕版的特朗普 是啊 很輕鬆 看到大家都 很有娛樂性 很有娛樂性 所以我說 這次 又來這個小平 鄧小平 大家看到你的海報都說 咦 這個 好像鄧小平 還是龍冠天 那樣 扮相又很像 我想問一問 大師 為什麼你又選中 阿毓國來做鄧小平呢 是不是阿毓國本身 有一個主席命呢 是啊 現在真的是主席了 百合會官主席 首先恭喜阿毓國 謝謝 那一路下來 其實我就覺得很感恩 因為呢 在粵劇界呢 你不容易找到一位粵劇老官 是能夠唯超唯妙地呢 能夠演到一些歷史人物 另外呢 又有個唱功那麼厲害呢 因為我的歌全部 那些粵劇最好聽的歌 都放了下去 所以呢 由阿龍冠天生唱我那些歌 而呢 本身又是能夠有個粵劇 那麼高水平的老官去唱 又演 那就已經難得了 他還要你想到誰 他就像誰 是啊 你明白嗎 我都其實很擔心 他演鄧小平行不行呢 是 誰知道那天化妝出來 嚇我一跳 我真的以為 嘩 怎麼突小平走出來 鄧小平就高了一點 沒錯 坦白說 到時你看這個舞台會矮的 為什麼會得到呢 到時你進戲院就知道了 我覺得呢 粵劇呢 粵劇老官呢 其實很厲害 就是他們不僅寫了一些曲 寫了一些歌詞 寫了一些歌詞 他演戲也好 所以我都很放膽地呢 是夠膽寫一些 比較出位的粵劇 給他們演 嗯 那你都知道了 我傳統粵劇 我都寫了很多 是 最近都在做那套 《蒼仔蝴蝶夢》 是 那就是寫近代史呢 就是因為我們小時候 經常都不知道 中國近代發生什麼事 斯敏我想你對中國近代史 都一般的 就是你們這代 讀書 就是啊 我也在想一下 就是這些題材呢 都幾有趣的 嗯 還有裡面白白掛掛呢 嘉燕姐 很多的愛情故事呢 是 鄧小榮自己都不想提愛情故事呢 是 我們這套戲都要演 哦 是呀 因為他曾經都有幾段 曲折離奇的愛情故事 甚至是被他的太太出賣過 又嫁給他敵人的 哦 那所以這些故事呢 很精彩 那所以呢 他那個《三起三落》呢 是沒有人很完整地寫過戲劇的演出 嗯 我們這個是可以說在歷史上 是第一次把鄧小平 是完整地 由他最初去法國留學的時間 是兼職做一份豆腐店 到在一個鋼鐵廠裡面 是很慘的 是拉那些重的鋼鐵呢 嗯 是那時候剛剛發育時期 哦 所以那時候呢 又沒有飯吃 那時候沒有學費 所以呢 就很窮 那又要去拉那些鋼鐵 所以造成人很矮呢 是因為那時候的原因 是營養不足 哦 所以我們由十八歲 一路演到去死那一剎 哇 是啊 所以阿毓哥是要 由年輕的鄧小平 扮到老的鄧小平 我真的想請問阿毓哥 你接到大師這個邀請 在飾演鄧小平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呢 非常刺激 因為呢 由開始 大師給我做的所有的劇 都有些挑戰性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做毛澤東 是 怎麼做呢 有很多的故事 也有很多的資料 去探索 後來呢 特朗普 怎麼做出來呢 又這麼好笑 年輕不特朗普 是呀 跟著共和三夢 那麼刺激一點 去扮孫中山 是啊 去扮孫中山 又像 對 好像剛才給了照片給你看 對呀 真的又像 有抱怡 有江水 有很多這些人物 跟著這裏呢 我們做完上一次那個 智琴四人幫 智琴四人幫 過程裏面呢 最刺激就是這次鄧小平 其實在1997年之前呢 我們看見他出鏡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可以令到我們香港繁榮的這個人 我現在還記得他 一角兩制 但是我怎麼演好呢 但是呢 我們每天呢 看新聞呢 都還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當日呢 戴卓爾夫人 是 在樓梯跌倒的時候 是怎樣呢 現在我們這次就是做這一場戲 是嗎 就有這一場戲 其實整套戲呢 那個高潮呢 就是戴卓爾夫人呢 就是匯鄧小平 一個呢 就是鐵梁子 一個呢 叫鋼鐵公帑 兩個都是硬爹 但是他們兩個在這裏爭論 就是到底香港1997之後 到底香港的前途是怎樣的時候呢 是要用月曲表現 嘉燕姐你說難難嗎 好難喔 你說兩個人唱著月曲 還要月曲公隔 是 那他用一國兩制呢 他就捧一碟東西出來呢 就是國仔 就是兩種制法來講 一國兩制 你明不明白嗎 就是國仔來吃 然後就講 這個國仔怎樣好吃法 因為裏面有什麼 芝麻豆用 講一大餐 那這些都在歷史上呢 就不會有的 但是在我們的 藝術的創作裏面呢 就有了 那當然他摸在那場戲呢 也是用月劇公隔來摸 還有一路摸著呢 是要唱著一隻月曲的 大哥 是嗎 所以一路來叫你演月劇 經常都推我 你聽到你都說害怕 爛到好高 是啊 還要抓著腳來唱 在那邊摸 抓著腳來唱 那個洪峻 那那段曲那些詞 全部大師寫的 大哥 整對當然是我寫 你找個人來寫 寫不到 我寫了三日七到月劇 是啊 所以到當時呢 要看一段歷史 又要寫 最重要你知道呢 我們的月劇呢 雖然近代史呢 大家有點害怕啊 那些題材啊 不知道害怕 全部都是娛樂性的 是開心 另外就是裏面是根據正史 然後再加野史 然後再加藝術創作 更重要就是什麼呢 有娛樂性 是 看的時間 令到你覺得有笑 但是又覺得裏面有味道 是 特別是講到一國兩制 你想一下 真是沒有一套月劇寫鄧小平 也沒有一套月劇這麼大膽呢 是寫一國兩制的剃造的過程 也是寫鄧小平走的時間 離流的時間 他的真人真事就是對著電視機 當時他已經什麼都不記得了 但是他見到電視機剛剛出他的樣子呢 他認不到自己 他還問屋子的人這個是誰 跟著 他都不認不出自己是誰 但是跟著他當然就會說 這個人啊 嗯 我都很認識他的 其實他過去怎樣怎樣 其實是說自己的 那這些呢 就很有戲劇性 是 我們和阿毓哥呢 給他一個劇給他看之後呢 他直成是 那一天已經回覆我呢 就說 給我幾隻手指弓 就是說 你難度 是 高到不得了 你要寫鄧小平 是 是 那所以這個戲呢 希望大家呢 入戲院的時候呢 給我了 也是呢 龍蠢先生演出呢 你可以很放心 他是認真得不得了 而且呢 他到時會顯現一個呢 活生生的鄧小平出來 我非常之敬佩 阿毓哥那個 多謝 就是啊 你那個演繹 和你的唱功啊 很多人欣賞的 多謝 有幾場我看過呢 那些人都是拍攏手掌 那當然啦 大師呢 在這個劇本方面呢 他花了很多功夫 是 你不看那麼多這些歷史的東西 你怎麼寫出這些劇本出來呢 是 有一件事是很好的 上一次我和那班朋友呢 他們從外國回來的 是 他們看完之後說 什麼時候再有看呢 那我等下一次啦 是 那我今次通知他們 看看他們是不是飛回來 可不可以飛回來 小平你好呢 是講這個題材 是內地已經有旅行團 就 早一團來香港呢 裡面的節目就是晚上看這部戲 哦 和我要要立飛 所以呢 其實很多內地的人呢 知道這部戲做呢 都說要來 特地來 那就是因為前幾年有瘟疫呢 他們下不了來嘛 是 那這次啦 就是上次四人幫 他們本來是要下來 但是因為碰到瘟疫 看不到四人幫 下不了來 這次不同了 這次他們下來 看你的小平你好啦 是 還有一個好消息啦 就是 北京的經劇團呢 就看了我這個戲的劇本呢 他們現在翻譯做經劇 是小平你好 希望能夠 中央能夠通過呢 是 希望能夠大導演的 那所以呢 在內地已經 是有一個 很好的消息 就可能 小平你好呢 現在已經在改編了 希望那個劇本呢 能夠呢 就是送檢批核呢 如果ok呢 那這個戲呢 很厲害啊 北京呢 都要改經劇來演的 哇 恭喜啊 這個真的不得了啦 那麼 他們都說 就是很希望 能夠這個戲 能夠搬上北京的舞台 能夠是做這個 的經劇的小平你好啦 那如果能夠經劇的小平你好 都能夠通過呢 那我們呢 就可以回去大灣區那裡 我們都會演出啦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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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之 感覺光榮 是啊 期待 因為文昌年 所以文化活動呢 都很多奇蹟 是啊 我記得哦 你說的一件事 是啊 所以你發不發現 所以我們的家燕姐都花花 是啊 他在做小朋友的大會演的時候 是啊 這些是文化的活動來的 是啊 我也是文化的活動去推廣 然後從中可以得到觀眾的喜愛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們接下來呢 十月份呢 都會在長洲有一個活動 就是搞一些瑜伽活動 而且是在這個三級文物那裡 去做這件事的 你瑜伽直成厲害啦 你瑜伽是老師啦 是啊 是啊 現在個個都是要健康第一的 是 所以瑜伽活動 肯定呢 未來呢 九運的二十年 就黃祝二十年 哇 但是你未來二十年 你的瑜伽肯定是多可思義的 謝謝 非常好 好啦 既然這樣 這個時候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呢 我們繼續跟大師和玉哥聊天啦 好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開心家房 好 我們繼續回來啦 大師和玉哥在這裡 我們當然要去跟他們聊多點 是啊 大師 我有一件事想請教你的 因為呢 你知道啦 我很多粉絲 都是你們新光戲院的永等來的 他們經常問我 姐姐 聽說我新光就快要拆 那我們就沒有地方去看好的粵劇 我想不是吧 我問一問大師 難得大師來到 我想請教你 那是不是新光快要拍 他們快要拆 沒得體閱 是啊 因為上兩個星期 報紙半晚廣告 登出了 新光會拍賣 其實這件事呢 我都要公開跟大家說 我手上的約 就到2025年的 28號 姐姐 現在是23年 還有年紀的 還有年紀 所以呢 事實它是 所謂叫做拍賣 但是呢 只是新光 由地下到樓上五層而已 那它之後拍賣了之後呢 還要樓上所有的單位呢 都要是逐間逐戶呢 是全部賣光出來呢 它才可以整間去清拆的 那相信呢 都還要去遊說一輪呢 那都需要一段時間呢 雖然現在已經拿了70% 但是要過了80%之後呢 就可以肯定可以拆 那所以它是想拆的 原因就是因為事實都很舊 那還有換了做一個商場之後呢 那當然是另一個面貌啦 那當然就業主很多年前 都已經是想拆的了 但是因為呢 如果拆的時候 就要停了去 是吧 然後再見回之後呢 肯定可以用一個比較高的租金租出去 或者賣得到價錢 那才值得拆 是 但是它都在打算盤計算 到底是否著數呢 那所以相信呢 就是大家會想一下 就是大概應該到2026年左右呢 就應該拆的機會很高 那麼就變成新光就要停了 那麼大概呢 要六年後呢 才會有一個新的新光的商場呢 是出現 那麼業主很有心 他說如果到時都是他去處理這個清策和設計呢 嗯 他說都一定會有一個劇院在裡面 哦 肯定就沒有現在新光一千個人那麼多 是 但是戲院一定有 是 那麼我立刻都跟他說 說可不可以未來 這個戲院 就能夠 就是改一改裝都可以同時做完粵劇呢 那麼 那麼他是一個有心人來的嘛 嗯 那麼羅先生 那麼他就說 希望能夠新光未來新的商場呢 都能夠有個地方可以做到粵劇 哇 哇 還問我是不是你繼續租啊 哈哈 你建得到我就幫你繼續租啦 是不是呢 那所以呢 所以就新光就是在 在今年下半年呢 和明年呢 就已經是滿了 今年到年尾是一場都沒有了 哇 到明年有三分二的租出去 哇 所以新光是很生意 那佳姐你想想 每晚新光那個劇院一千個人 是 其實每晚有一千個觀眾呢 看電影之前呢 會在附近消費 是啊 那如果你想想 一拆的時間呢 突然間 影響的周圍的 哇 一千個人沒有來這裡消費 是啊 那旁邊那些店舖 全部都 就是 整齊的 所以我落新光 每個人抓住我問啊 那些街坊 喂 是不是拆啊 我就是看一下還不續租啊 如果你拆我就不租了 你明白嗎 大師你這句話很重要 我盡我的能力啦 看一下怎樣 但是如果是清拆的說話呢 的確是 那個重建的時間呢 最低估計呢 都要六年的 那就是新光和北角區呢 有六年呢 差不多全部烏登黑火了 那所以為什麼會大家 那麼關心新光呢 其實除了因為它是月劇的殿堂 擔心月劇的活動受到影響之外呢 其實是北角區 整個區的那個經濟命脈 就是新光 是 很影響周圍的 一千個人 每晚 是啊 而且大家還有一個好去的地方 是 一看好戲 去新光 尤其是粵劇方面的推廣 大師一則不為餘力的 盡力盡力 就是最慘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開 但是你要付租 是 業主都很好 就是便宜一下租 還有有時不收 都有這些情況 都是一個有心人來的 是 而且現在最近呢 近這幾兩年呢 我們樓上那個戲院呢 的生意都越來越好 是 很多人上去看戲呢 就覺得我們的位置夠闊夠舒服 嗯 我們又有情人座的 就是那個位置很闊的 是啊 那麼就看戲呢 來新光呢 現在不只是看粵劇的了 是 來看電影呢 我們很開心的 是 所以現在慢慢新光 都成為了一個 就是大家 就是議論的地標 是 所以我經常都說 咦? 旭哥你其實在新光 都演戲演不少 嗯 你第一次演戲 好像和阿良聖波合作 嗯 所以你也要說 你和新光和粵劇 有什麼演員 有什麼演員 是呀 新光戲院呢 在我自己入行的時候呢 我就發覺這間戲院呢 是非常之蓬勃的 嗯 尤其是那時候 是將全國的戲曲 是不同的劇種 拿下來 是 我們的前輩啊 好出名的演員 每天都坐上客 是啊 去學東西啊 我們剛剛出道 我們跟著他們 看到 哇 每個人都真的很喜歡看 那我就去看 一直看不同的劇種 不同的演員 知道他們的好處在哪裏 很難得的 那麼新光戲院 尤其是 我們自己 一直做 做到我們要上位了 叫做 做文武生 做主角了 就是 在1994年的 12月1日 哦 跟南鳳 哦 跟南鳳 組織了個班 做了很多年 哦 所以新光戲院 就是我從開始的時候 到自己上去做主角 都是新光戲院的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然後呢 後來試過有一次 就是 我們新光戲院不做了 就逐個訪問 是 蓋明輝啊 很多人像我們一樣 坐在那裡訪問 哎呀 真是很心臭 真的不見了 嘩 怎麼睡醒了 大師說 何租 是啊 那天呢 真是很激情的 是 因為那天呢 嘉燕姐你知不知道呢 就每個人呢 就打算拆了 嗯 就十點半呢 就做長子猜忌 是 我就九點鐘呢 就寫一封信給業主 就要求他可以續約給我 哦 即不是續約 即是繼續新光 然後租給我 是 那我就寫了一封很感動的信給他 是 那我打算都不會成功的 怎知道他看完這封信呢 那我就上到他去那裡呢 他就說可以給我租 但是呢 就每個月一百萬租金 是啊 我記得那個時候 那我當時呢 就想一下 哎呀 反正都是啦 不如就延續他吧 為什麼呢 我曾經有一次呢 去到新光那裡 看那些觀眾入場 那又有很多旅人家 嗯 又有笑 那呢 就覺得他們呢 在那裡看戲呢 就是一個他們的活動空間 如果沒有了新光呢 他們就等於沒有了這個活動 還有他有個歸屬感啊 是 很有趣的 所以我就把當時的感覺 寫一封信 就給羅先生 嗯 我就希望他不要拆 還有呢 不要轉去做其他活動 因為當時他打算是 是給個宗教的團體 嗯 就用來做一個教堂式的活動 嗯 那我說 你繼續給他做粵劇啦 那所以當時的詩文 你知道嗎 他們十點半做紙差記呢 嗯 每個人都哭著啊 又拍照啊 又去看紙差記呢 就想著看完就真光沒有了 是 那我就是十點九的時間呢 嗯 就能夠簽了一張藥 就是我真的簽了一張藥下去之後呢 第一時間打電話給黃經理 是 我就說我簽了 跟著他走進戲院那裡 公佈了 跟那個主持人說 就是已經是OK了 可以延續 現場很多人哭 是啊 我記得這宗新聞 我也記得 是 大師他去到做完這件事之後 無奈 好像幾天就 我們就已經邀請大師上來 跟我們講給大家 對呀 真的 現時的觀眾都哭哭聲 是啊 現在講就十一年了 哇 我就不斷 三年有續 三年有續 續到現在是十一年 是 這段時間 為了才要新綱 多一些新一些粵劇的嘗試 那在這十一年裏面 我先後都演了三十七套粵劇 全部都是自己寫 好勤力 還有原創 還有全部的大老官做 套套戲他們都說 是正邪 是戲寶 所以我希望這套戲寶 未來在龍主席和其他老官的支持下 能夠繼續延續 一直做幾十年 做它永久 那為粵劇呢 就除了我們傳統的戲寶之外 能夠有些新的不同的戲寶 是一直托著整個粵劇在香港發展 這個都是我少少半退休的時間 做了風水師這麼久的一個大願 希望能夠幫幫粵劇 多謝你 我也要多謝大師 為我們粵劇做了這麼多的功夫 這個真是不可多得的 好嗎 請你喝一口茶 我們現在又繼續聊天好嗎 好啊 剛才問過阿玉閣 今年新任八和會館的主席 主席你好 想問一下阿玉閣 其實你在這個行業都已經很多年 剛才一直在說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其實你都見證著很多的改變 成長等等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作為八和會館的主席 其實你接下來會有些什麼 在再推廣粵劇方面去到工作 最開心的是 剛剛現在中國的政策 對我們的藝術和粵劇 非常支持 所以我又跟大師聊天 大師已經跟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希望文化互相交流 所以我也覺得 希望在我們現在做八和的階段裏面 是可以將我們的粵劇再推廣開去 跟國內的朋友多些接觸 亦都可以說 大灣區大家知道 經常都有一些演出 看看大家可不可以 大家可以並肩齊手去做這件事 哦 這個很好啊 非常好消息 我們都跟上面的朋友在談 看看可不可以多些機會 我們兩地合作 這是我在這個在任的時候 希望可以做到的事 具體來說就是我們跟上面的紅豆劇團談過 他們有個新的劇院 就是 《紅線女小姐》那個劇院 是 那個劇院現在 就簡直是一個演出的劇院 他們又有劇團 我們都跟他們談了 就是說 如果他們來香港演 我們新綱就不收他們租 他們來演 我們如果在那個劇團回大陸演 我們用他們的劇院 他們又不收我租 大家有一種互利 互助互利 這件事大家已經是傾通了 第二件事就是跟北京的梅蘭芳劇院 他們多方面都是說 很希望來香港演出 我們劇團又回大陸演出 因為大陸現在的政策 就叫做走出去 意思就是把中國的戲曲文化 和所有的藝術 都能夠走出中國 首先第一站是來香港 所以這件事其實我們新綱一直下來 和內地的關係 是很密切和很直接的 所以一路下來 容冠天先生做了主席之後 我更加向他提出 很多有關於我們新綱以前 建立的和國內的關係 其實都可以通過百合會館 繼續推頓他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毓哥 他真的做得好 和他很認真 所以大家都覺得 他做百合會館主席 三百多票 每個都投給他 希望他能夠 為香港的粵劇同業員 能夠爭取更加好的前景 這是很難得的 因為剛剛這兩天發生 在國內他們做了一個粵劇大傳 譬如有音樂 有羅鼓 也有古老牌場 現在跟他們在談這些問題 會不會可以把我們本身 香港有的好的資源 等到大傳 令到我們所有粵劇界的人 都可以觀賞得到 這件事是我想做得到的 多謝他們做了這麼多功夫 主席還有一件事要留意 因為在過去這十年 我們跟日本 那個文化藝術界的溝通很好 所以都曾經邀請你 這個毛澤東 在日本演出 就叫做夢之戀人 非常之轟動 很多日本人 去日本演毛澤東 當時我們翻譯了日文 在現場給他們看 但日本人看的預計很有趣 穿到晚禮服和和服 做完了就不走 他要等演出的人 下廠走了才會走 他不會說做完戲就走 他是對演出的尊重 是全部不起來 他們都說 我們已經借了三次幕 為什麼還未走 原來他的意思就是 等你們的演出者 下廠走了 我們才走 不可以你們在後台都未完成 我們走 現在全部的女性是穿完和服 很尊重 很尊重 因為很多年前 幾十年前 剛出道的時候 八幾年左右 在香港大會堂 我看到華僑日報 就賣了一大版 就是講做能劇 但當時我們最出名的演員 都是賣二百元張票 他們賣三百八十元張票 我說怎麼會有人看 第二天 全院兩天滿了 又再滿了 滿座 是啊 能劇是很高的 我覺得他們本身自己國家 是自小就已經教他們 要尊重優戒 演員和我們的能劇 所以就算在哪個國家都好 他們一定支持 後來那個經理告訴我 就是跟大師講一樣 穿完和服和禮服去看 是 跟西方國家一樣 他們很尊重 西方國家去看歌劇 都是穿西裝很容易 而且他們不斷看那幾個戲目 是不會覺得悶 去紐約看八老會劇就是這樣 是很厲害的 如果他們沒有戴禮服怎麼辦 不能進去的 而且你穿普通衣服 那些人會歧視你的 是根本不准入場的 因為他們歡迎去到異地的時候 他覺得是一種文化藝術的交流 沒錯 所以特別尊重 我們做藝人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我想知道 阿龍主席 現在是白和會館主席 很多時候你都要去參與 同一個時間 你又準備這個小平你好 你真的很忙 會不會呢 我知道有這樣的戲 其實我早就開始準備了 所以雖然是十月份才做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工作 希望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優勢 是 嘉賢姐你問這個問題 是有點假的 為什麼呢 你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忙就不夠你忙 不是不是 我最初接觸你們 我都覺得奇怪 那些粵劇老官呢 可以同時幾天做不同的劇目 一日不同 是 可以記得散音歌詞 是 你也是一樣 你又要去電視台 待會又要去電視台 不是不是 你都是日理萬機的 所以其實你們就真的 證明了香港人 斯文真是厲害 每個人其實的串數高之外 其實每個人都在同時做很多事情 你都知道我做多少事情 我當然知道 不是 因為我們熱愛我們的工作 是真的 平時如果你不熱愛 你不會有那個精神和那個體力 沒錯 我又想知道 排戲方面 有哪幾個對手 這次小平你好 戴卓爾 戴卓爾夫人 你看她怎麼掉下去 我覺得很可愛 誰都做戴卓爾夫人 陳鴻俊 我覺得見到她的扮相都挺可愛 是的 陳鴻俊就是一個老官 很厲害的 一人千面 每次只要我一知道她做我的戲 我一定是找一個最難度高的角色來挑戰她 給她做 她就會想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上次她扮華國鋒也夠膽 華國鋒是很難扮的 她又扮也很像 有一次她扮拜登 拜登 你上次你明白嗎 她又演到人出來說 她又像拜登 今次她做戴卓爾夫人 大家都很期望 因為那場戲差不多是殺直的 你們兩個鬥法 歷史 你要寫到那場戲有娛樂性 當然 還有你原來就這樣說話沒有了道 當然是有些事情搞一下 所以大家就很期望那場戲 但為什麼這麼好看 或者怎麼有趣呢 她還要唱著歌 唱歌還要入宮架 一個是中年老虎人 兩個人會有什麼跳脾的歌 會唱出來或者會有趣呢 所以大家就可以入戲院看這場戲 都很期望的 而且越劇老官香港 剛才你問得好 她們就很厲害的 她們的記性一流 另外呢 旭哥呢 我查過了 在過去呢 她演過的戲呢 是由頭到尾 是一隻曲都沒有掉的 哇 一個字 我都挑逼不了她錯 是嗎 從無 真的從無 她是香港只有幾個老官呢 做我的戲呢 是能夠有這個水平的 是 真的她們很厲害的 是 所以她們還有呢 不用怎麼排戲 到時候演就可以了 哇 她們自己在家裡排好 她自己在家裡演好 到時候一格就可以了 不是你們想像中我們說 哇 排練到飛起 她們各自搞定之後 到時候在舞台上 一框 一黏 這樣就行 所以她們很厲害的 所以呢 我都佩服香港的越劇老官呢 是能夠有這麼高的水平的演出 是 她們各自的鍛鍊 還有那個記憶 還有她們自己的演出 很重要 那我想問 其實你在家裡 是否吃飯又唱 去廁所又唱 還有 你說得對 就是這樣 曲不離口 每個老官都是這樣的 是的 如果那些曲還未熟的時候 你暗暗沉沉沉 你睡覺也會唱 是 真的 真的 有時候我開車的時候 從頭唱到尾 搞定了 那我就放心了 即是你都一樣 你唱什麼花花舞 你都要唱的 你都要記 是啊 你真的有什麼時間都在說 是啊 我真的洗澡我就唱 我真的 所以洗澡是很適合的 我試過有時候半夜唱的 我又開了麥克風 管理處打電話給我 我姐姐 我姐姐 人家在睡覺 所有人都應該都習慣了 不想聽到你高歌 我姐姐以前 我住在一些屋邨那裡 那個年代真是幸運 沒那麼容易打電話去投訴 我真的對著她唱 是整座樓吵到不得了 會的 我唱了幾個小時 你開聲來唱 他們就讓我唱 可能有人在那裡欣賞 是很欺負的 因為我住在14樓 我叫做14樓的牛牛 所以香港真的不簡單 你們影藝界的每一個人 其實都是非常不簡單 大家都很盡力去付出 目務求的演出做得最好 因為在那時候 我們住的地方 都出了很多藝人 是嗎 對 許冠文、許冠傑 在那裡嗎 宋六邨 宋六邨 然後我到過年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見那些 雨場片的明星在那裡 黃曼妮、紫羅蓮、西瓜跑 拗帶著兒子 找誰呢 找周吉叔 周吉祥 周吉祥 附近住的 世界就是這樣 我們在屋邨裡 很多人 那時候我們知道 許冠傑、許冠文在那裡住 在我表弟住的那座樓 他們在後門球樓梯彈吉他 是 幕隊就是這樣 是啊 原來是這樣的 是啊 那這個時間 我們休息一會兒 我們繼續一會兒聊天 好 好 我們繼續回來 剛才在我們開節目之前 已經說了 不如我們說這個話題 因為 為什麼呢 已經踏入農曆的七月了 是啊 星期二就是七月十四 是余蘭節 那天每個都會燒街衣 是 那這段時間呢 特別是容易 想說一下那些 是 靈界的故事 喂 毓哥 你其實經常去做這個神功戲 喂 你們肯定都遇過很多這些事情 我們呢 聽到很多 也真的有人親口跟我說 是 但是我自己有份做 在馬來西亞就是 我們要做那些 無情保險有情天 要砍樹 不要緊 那些報警我們自己搞定 砍完回來 整個家的手都震了 做什麼事 沒有啊 我們一砍樹下去 在那棵樹流血 哇 這麼驚訝啊 哇 這麼驚訝啊 這麼驚訝啊 我想這些故事 你有大屍力多一點 是啊 因為 新江做了之後 那家人姐 我就 整個感覺 很多互發 我們叫互發 為什麼呢 他們喜歡聽粵劇 是 還有呢 新江因為 這麼多年 不多不少 其實你們都知道 戲院 一定情罪是陰 是 因為整天都是 烏燈黑火 是 那粵劇呢 又特別是 你都知道 龍館天使館都知道 內造神功戲 第一場是沒有觀眾的 是給那些 顧客看的 哦 所以 新江呢 我剛剛做的時候 都是很尊敬 就是華光師傅 所以我都堅持跟葉宇說 我說 你俗租給我呢 我就一定要保持 華光師傅的神壇 那爺當時 因為他是教徒呢 他本來租給我的時候 是希望我不要擺神壇的 因為他是教徒 哦 但是因為我說 你當是尊重一個叫做 中國的民間信仰 還有我們粵劇的祖師 就是華光師傅呢 嗯 我們如果沒有一個神壇 我們出台演出的時候 會受影響 是 那他是很友善的一個人家 那他說 好啦 給你啦 嗯 所以我就擺 在新江呢 擺了一個華光師傅的 嗯 擺了之後呢 我們第一台戲呢 就做這個 這個《蝶海情爭》 哦 那去到第三場的時候呢 就有一隻船 嗯 就在那個舞台上出來 那麼 那麼 那隻船就要開了 開的時候 就要出來 一出來的時候呢 那一場呢 不知為何一出來的時間呢 就出多了幾吋呢 撞了那個整個舞台 那個不知電腦啊 還是什麼 是整個台的那個電腦 大師這樣啊 我說你問我做什麼 你找人弄電子電器 我又不懂弄電腦 他說不是啊 我們找人弄幾吋都弄不到啊 我說你叫我上來做什麼 那你是老闆 你決定 宣佈今晚下半場的演出取消 因為開不了機器 那怎麼演啊 喂大哥我剛剛租 新鋼剛剛做 可以在競爭第一場 唱就做不到 你的演我不做 是啊 那我怎麼辦啊 你明白嗎 那我一想 這些東西可能有些 古靈精怪 嗯 有要求 那我立刻就上香 嗯 立刻念一陣經 這頭上香 砰一聲 噢 那所以那個 都奇怪 跟著著了之後呢 跟著他說 你有沒有聽到 上面有聲啊 那我說什麼上面有聲 你沒有聽到上面 立刻有人拍掌 還有開派對嗎 他說聽到 那個戲院樓上 好多人在那裡 在那裡拍掌 開派對 跟著我走上去 什麼人都沒有 樓上都沒有人在那裡 怎麼會有人開派對呢 他說聽到 好多人在那裡拍派對 有拍掌 那我就覺得 咦 不要了 以後有什麼事都好 都去上一上香 所以現在我們演出 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演戲呢 不夠膽開場呢 不點香的 我一翻身公司 第一件事 一定要上香給互發 另外呢 我們要知道 他們每晚其實都可能來看戲的 是 和參與這個活動 那我們要尊敬 尊重他 是 雖然這些是中國 就是民間的信仰 但是我們都會覺得 這些一定程度上 有些關係 月劇行我們都知道 走出那個虎道門 有些事情是不應該說的 有些事情是不應該應的 好像我們剛剛做月劇 原來他們在做一台 阿旭哥就可以解釋了 就是進去戲院的時候 是不准說話的 我們進去後台的時候不知道 當然是 喂 阿旭哥 原來每個人都不理 你每個人都靜了 原來當時是誰出聲 誰壞 就是那個叫做打老 打貓 打貓 叫做打貓 是啦 那時候也試過有一套戲 蕭芳芳做的 就是這樣 叫做虎道門 是嗎 打貓 打貓 就是其實我們搭棚 如果我們每年都搭在這個位置 沒問題 但是如果他移到其他地方 有些不同了 你就去做了 在開羅古之前 大約有很多時候 你看時間 看看時間行不行 有時候很多時候 在下午三、四點 我剛才是錯錯 很多時候上去的時候 為什麼那些人都下了報仗 就是我們自己都下了房子 不理會人 不出聲 叫也不要說 是嗎 沒有 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他在這裡做儀式 他會在前台後台走來走去的 那 如果你一開口 分分鐘就會有些事發生 他是製白虎 他是請打貓活動 就是製白虎 意思就是 如果那裡有孤魂野鬼 就請他吃那塊豬肉 那塊豬肉呢 跌了去後台 連矮 連什麼都不生氣 就是那塊肉 是給那些吃的 還有試過有人跟我說 那塊豬肉呢 做完之後呢 丟了去前面 那些地方是有些草的 那些草都不生 哇 周圍都黑了 是啊 是啊 最初我不知道 為什麼進去 每個人都靜了 靜了 都指著我這樣 我說奇怪 後來才知道原來 不是那麼隨便進去後台裡 就是叫人的 如果他在做這個打貓呢 那我們就不敢 行好新剛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戲院 他不是搬來搬去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都不用做六個大風相 如果他們是做神功戲 在一些新的地方 他們通常都要做六個大風相 來鎮壓一下 或者預祖演一場呢 是給那些靈界看的 這樣 新剛戲院就好些 但是就沒有那麼多這些東西 可能這些 有時候都是要入鄉隨俗的 是 尊重一下各方面的東西 希望時時都順利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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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接著說一下 現在這個小平你好 已經在賣票 聽說很踴躍 我們都期待 我們到時候有時間去看 在這裡預祝大師和翊哥你們的演出 成功 多謝! 大家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